还是有很多老师很有爱心 会帮忙解决小朋友的问题 像台中县就有一名小学三年级的男孩子 他去年遭到了父亲家暴 拿到保护令 但前几天 这个小男孩只是因为堂尸不会背 没想到父亲喝酒之后很生气 居然脱掉了儿子的长裤 拿皮带狂抽 而且还咬小孩子的耳朵出气 事故小男孩负伤到学校去上课 被老师发现报警处理 九岁小男童 系列的臀部上布满抽痕 一条条红肿淤血伤得不轻 左耳朵后方也有疑似齿痕印记 因为他上课时实在是痛得坐立难安 才被扳导师发现了异状 身上有伤痕 就是手上脚上有伤痕 还有耳朵上面有瘀青 因为这一次就是比较严重 老师一发现之后就有坐立脊的处理 老师追问之后 男童坦诚是父亲打的 理由只是因为堂尸不会被坐文写不出来 家长是在有喝酒的状况下 那就是可能一点小事情 就会触动他的情绪 就是出手比较重这样子 因为他还跟祖母同住 他会像祖母求助 这名小三男童 五年前父母亲离异之后 跟爸爸同住 不过却经常遭到父亲酒后施暴 男童的姑姑看不下去 去年八月才帮男童申请了保护令 没想到四月初 男童的父亲酒后情绪失控 再度对亲骨肉下重手 还不到需要安置的情形 所以还是申请保护令之后 还是由父亲带回去 然后跟阿嬷住在一起 父亲诉刑不良 已经被议违反保护令法办 但可怜小男童透露 最近三年经常挨打 言谈中语带惊恐 受创的心灵短时间 恐怕难以抚平 明知新闻小祖狱 台中报道